因为了解真相仅仅是个开始 是对于中国体制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对比 并得出中国体制也有其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的确我们说 美国一届领导人四年任期 四年之后变天了 那么你今天的政策到底能不能够延续到下一届政府 因此大家往往说 美国的政策有短视性 因为为选举政治服务 中国领导人往往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不管是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 十五年计划 百年大计 那么似乎长期的目标是有一定稳定性的 我们也知道在中国这个从上而下的系统中 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那么这个调动能力 不管是人力也好 物力也好 还是技术也好 往往也让很多西方领导人望洋心叹 但是来自经济学人的这一篇文章就指出 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也好 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也好 不管在其他调动资源方面是怎样的呼风唤雨 却没有变办法调动这个资源 是什么呢 就是信心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中国的官方的统计局 实际上是对于消费者信心有这样一个统计信号的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数据趋势图 中国出现消费者信心骤然崩溃的时间点是什么呢 是2022年的4月 哦 那这个数字我们意想啊 这是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因为面对疫情而突然封锁的时候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信心的崩溃到现在也没有恢复 而如果看到最新的这个调查数据呀 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在刚刚过去的7月又不断的下滑 这个数据糟糕到让人惊讶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疫情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 大家还是没有信心 还是这么悲观呢 那我们就说呀 说这个中国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啊 悲观情绪可能呢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有因果关系 可能经济不好让大家觉得悲观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悲观情绪本身可能导致经济复苏 现在非常的困难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呢 到底是情绪是对经济疲软的被动反应 还是相反 其实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那一方面我们看到啊 包括PMI等等等等啊 那个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 新订单在减少啊 预期也低于长期水平等等等等 那么主要是由于啊 现在大家看到整个经济的复苏前景还不明确 尽管中央释放了一些有关于私营经济的支持措施 当然大家普遍的还在采取观望态度 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中国经济的其他的一些数字表现还是相当坚挺的 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出口啊 但是尽管出口表现让人觉得还不错 中国企业把外汇收入兑换成人民币的速度却非常的慢 那我们看到来自高盛的数据看 过去两年啊 整个中国企业持有的外汇数字是达到了4000亿美元 但是这一些却没有被转化成为人民币 大家可能说那是因为之前美元利率高 那么持有美元呢会受得更高的回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即使是美联储释放了信心 释放了这个即将降息的信号 出口上还是没有把这一些外汇换成人民币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大家现在啊好像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运营啊 有这样一种普遍的再等等看 不着急 信心不太明确 前景不太明朗 这样的一个情况 谢谢李奇博士 在可能六年还是七年以前 我在印度召开的一次这种国际性的捏头费上 那个时候中共十九大很快就要召开了 那么很多人关心了习近平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对手 当时候我就认为习近平的对手不是这个真正的大家传说的王岐山 也不是呢当时候已经闹得很热的孟建柱 一个是中纪委书记 一个是政华委书记 我觉得真正的敌人 并不是某一个派系合的呢 是某一个这个官员 而是呢整个体制 我把这个体制呢形成为政治机器人 这样一个政治机器人 他是建立在一个有意识形态 有能力 有这个利益 有他们的这个理想的一个混合体 怎么去调整 这样一个政治机器 能够和习近平的政治路向 政治目标能够统合在一起 这个是习近平最大的一个难题 最艰难的一个难题 我不相信外界的各种传说 什么政变呢 内部的权力斗争呢 我觉得那都已经不是根本问题 因为整个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政治结构 都很呢 是形成所谓的极端的内部权力造 内部权力斗争 造成这个政变 兵变和的呢 是这个地方格局 这种情况在中国几乎都不大可能会发生 甚至全体性的活动 就是民众的反抗 也很难形成了一个对政权的摧毁性的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或者是学生的这种运动 对政策的变化可能会有一些微妙的影响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都不足以改变政治生态 真正对政治生态 对习近平影响最大的就是官僚体系 也就是政治机器人 现在过了这个六年多了 已经是好像应该是七年了 那么我得这样一种当年的这种看法 应该慢慢得到了一种体现 就是现在恰恰对习近平不满的 或者是对习近平真正产生威胁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体制 现在的这些官僚 为什么没有处理好 这才是习近平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习近平的周围包围了太多的马屁精 太多的人用歌舞的方式来迷惑了他 现在你就从中共的各种宣传工具 你就非常清楚地看到 官员们实际上是在把习近平的形象变得更加糟糕 你既然让我们这些媒体人 新闻工作者没有一丝毫的空间 那我就把你表现给你看 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人民日报 你现在看看各种各种党报 你去看看各种各种党刊 你去看看中央电视台 那都是人看的这种宣传工具吗 我可以说不要说比这个拿塞德国的隔壁要插十万八千里 就是连文革都想插很远 我甚至用一个非常极端的词来形容它 我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最低烈的宣传工具 而这种宣传工具之所以没有功效 我不知道能不能骗得到习近平 但是我知道这骗不到中国这些很精明的 甚至很有专业能力 很有智力的这些官僚 因为中国的官僚是这些年来 一他们受过了比较好的专业的顺利 第二这些年来他们建都识广 然后呢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对情况非常的掌握 但是习近平用反腐败的名义 用拟力控制的名义 让他们击板和喘不起来 五百万人的贪官这么抓下去 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比例 虽然贪腐习近平反贪腐并不错 甚至可以说是很正确的一个目标 但是因为三十年来 曾小平的改革开放 实际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或者很重要的一个主要成分 就是腐败 就是放开手来让官员们 让社会各个阶层来发展经济 那么这种没有法治的情况之下 造成了贪污腐化 官员从道德来讲是有责任的 但是从政治的整个的发展趋向来讲 是如果你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 就太简单了 好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分析啊 想成为全球沟通达人吗 六度人工智能语音课论技术帮你实现梦想 在这个新时代 语言障碍已成过去 我们隆重推出六斗人工智能语音课论系统 这项由欧美亚顶尖专家研发的突破性技术 让你可以克隆自己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成145种语言和方言 提升你的个人和职业生活 想象一下你可以在日本参加商务会议 在巴西上课或与意大利的朋友畅聊 而这一切都用你自己的声音 他们的语言进行 操作简单 只需点击几下 无需复杂的科技知识 就能享受无缝衔接的体验 让世界向你敞开 从商务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应用场景无处不在 企业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建立联系 教育机构可以提供多语言学习 媒体可以创作更丰富的内容 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今天就来体验这项革命性技术吧 访问 迈向你的声音无国界的未来 各位充满求知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热门话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场选战可谓史无前例 究竟唐纳德·川普能否重返白宫 亦或是贺锦丽将突破性别范围 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让我们指导黄龙一探究竟 这场选战厉害关系重大 竞争激烈 从华府西壤的街头 到华尔街的金融脉洞 再到矽谷的科技巨头 全美各地都为之沸腾 首先我们来谈谈川普 不论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支持者一如既往的热情拥戴 他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激荡着选民基础 但且慢 贺锦丽可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现任副总统 他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对美国的愿景是进步的 包容的 具有前瞻性的 他会是打破那道最高 最坚硬玻璃天花板的人吗 现在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 不被看好的候选人 竞选过程中总会有惊喜 独立候选人 第三势力 以及黑马都有可能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这场竞赛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 答案并不容易 民意调查 辩论和舆论 每天都在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大选注定将成为 历史性的一刻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 每一次转折的最新消息 从竞选活动到投票所 我将为您带来 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并开启通知铃铛 以获得更多突发新闻和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美国简报 下次见 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美国简报 hello 大家好 欢迎关注今天的 这个华尔街论坛的直播 那在刚才啊 这个思想先拒报中 大家也是看到了 李希博士和和平先生的精彩点评 那么现在 我们还是来聊一聊 在过去24小时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么这个 在本周呢 科技界的两场 春晚 一个是苹果的发布会 一个是华为的发布会呢 是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那大家对于这个 华为的世界首创 消费级的 三折叠手机 有一个疑问就是 那么这个手机 如果是你在把它完全打开的状态下 突然来了电话 你怎么听呢 那是把这个折子 直接怼到自己的耳朵边呢 还是把它折叠好之后呢 再放到自己的耳边 当然你也可以说啊 我带着华为的耳机 那我不用把这个手机呢 贴在自己的耳边 但是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是引发了非常多的人的好奇 大家呢也是展开了很多脑洞 也构思了一下 如果苹果会有一个三折叠的手机 会是怎样的情景 不过啊 这是这个所谓的聊归聊 但是啊 真正等到需要去下订单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大家是掏出真金白银 去购买这样的商品的时候呢 我们留意到在互联网上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视频 视频中所描述的是 是大家在这个华为的直音店 等待着时间一到 可以在现场进行手机的订购 这个人潮人山人海 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是 所谓的这个超市早上的免费鸡蛋的抢购 还是这个演唱会门票的现场的订购 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一个场面呢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么这些人群里啊 有多少人是真的买了 拿来自己用 还是有多少人会去 拿到这个名额之后转售啊 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不过这样的一个人山人海潮呢 也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 要知道这样的一款华为手机呢 最便宜的建议零售价 也要达到了2万元人民币 那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 我留意到的是 这样的一台手机微信截图 微信聊天中啊 讨论到一台现货的价格 是被炒到了38万元人民币 甚至这个价格在未来还可能会变化 所以啊 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讨论 让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溢价 可能是促使了更多的人 希望能够自己去订购一台这样的手机 拿不到 拿到了也可以转售 还可以大赚一笔 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这也是我们在花街六都中 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不知道何平先生有没有关注到 在过去的十几个小时里有哪些网络上新奇的热点 今天最沉重的消息还是911 911一下子又是多少年过去了 那么我在一直路上开车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当时候那种记忆的痕迹 还停留在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中间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讲 今天的川普前总统 阿里斯副总统 班农总统 好像昨天就已经到了纽约 来举行这一场911的一个建议活动 911最令人心痛的 最令人震撼的就是念这些名字 让一个一个的名字变成一个最真实的生命的符号 一直这样留下来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外交 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 美国的一个国际观 有没有从911这样一个悲痛的一个记忆中间 得到教训呢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教训 美国因为还是技术的强大 还是有对国际的事务有强大的干预能力 美国有自己的道德观 有自己的价值观 有非常庞大的这种盟友队伍 所以呢 他还是可以在国际上去 表现去某一些强硬的这些政策 这些强硬的政策有时候造成了后果 在什么时候又回复到来伤害美国 和伤害这个世界 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人来真正去追究 只有一些学者 一些历史学家 才会在书中非常狭窄的这些剧枯啊 或者是严重文章里面表现出来 现在的加烧战争 现在的俄乌战争 美国在里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美国也遇到了一种各种利益集团的操纵也好 拉扯也好 或者是主导也好 让情况就变得捕虚潮 更加合法的方向在发展 有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这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有时候的一天两面吧 悲剧继续在产生 强大在继续存在 历史慢慢在淡忘 美国是一个善于把历史美化的一个国家 悲痛的历史在这个国家很少被追究 中国人反而对过去的一些悲痛的历史 就是很难有释华 而美国人是一个比较跨路的 撤不住心的这样一种期待 但是对于纽约人来讲 或者是对于经过了911那种经历的人来讲 911还是很多人心里面云云去不掉的一种痛心 感谢何斌先生的补传 那我自己印象中记得的是呢 不只是说这个911的纪念碑 这样的一个这个临场地的这个现场 刻着所有在那场事故中去世人的名字 那我稍微还记得的一些细节呢 包括是大概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三天之后 还是七天之后呢 这个第一批这个CIA的特勤人员 就已经抵达了阿富汗 展开了对911整个所谓的这个战略性报复的 一个最先前的一个情报的搜集 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三天之后 还是七天之后 那么由此是拉开了长达十多年的 这样的一个阿富汗战争的序幕 那么其实在昨天晚上 在昨天的这一场贺锦丽对川普的这一场辩论会上呢 阿富汗问题也是被提及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是来讨论到 昨晚的这一场发布会 那么开始 啊